为数不明的奥西匪党成员 精神潜入雪兰额州万宜新镇 曹圣基金局大厦楼下提款室 以汉接器切割提款机到款时引起火患 匪徒担心心机败露 匆忙从一台提款机到走25万令吉现款 在火患发生前 有人目睹一名手拿不明物体的男子从提款室走出来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证明男子是否是窃匪之一 据现场观察 除了第一台提款机已被打开及严重烧毁外 另三台提款机和存款机铁盖锯锡也曾被打开 而支票存入机原封不动 两辆同款跑车在今天凌晨三点前后在同一地点 以超速和雨后路滑惹祸 分别撞向路旁两棵大树 车身招蓝腰撞毁 导致三男一女当场死亡令两女受伤 涉及车祸的轿车同是日产skyline GT2跑车 其中一辆刚落地两星期 事发地点位于关丹哈兹阿末路 靠近当地于兰庆典委员会举行普渡会的场所 和恒州公共次序及交警组协调官员 在那助理总监说 警方还在调查造货的原因 高教部副部长和国中说 13万2891名因拖欠高教基金会贷款 而列入黑名单 被控上庭或罚款的接贷者 也可享有2013年财政预算案的 10%和20%折扣 不过若是这些遭对付的接贷者 要一次过还完所有贷款 就续亲自到高教基金举办事处处理 包括查询其上拖欠的款项 他表示 目前仅有20万9054名接贷者 每月定期贪还款项 高教部希望10%的折扣 可以鼓励更多的接贷者定期还款 美国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首度造访大马 与今天清晨抵达巴胜港口 邮轮中心码头 进行短暂停留补给之鱼 顺道与大马海军和医疗学者 进行交流 加强两国军事友好关系 华盛顿号将停留大马五天 今天开放给媒体参观采访 但不对外开放 华盛顿号舰长指出 他们上一战拜访日本后 就前来大马 而这次最主要的目的是 进行医疗交流 一项由媒体研究机构 有56%的人表示 如果有的选择会想要移民 据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数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近30万新加坡人 在2010年成为移民者 其中10万人选择大马为移民地 该属表示 从6月份算起 有20万新加坡人过去一年来 在国外居住至少半年 这比9年前的数据增加了27% 更多新闻请留意新洲日报